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马书第七章的主题 我们定为基督徒成圣生活的绊脚石 一个基督徒当他得救以后 他不仅是得救 他更重要的就是要过成圣的生活 而成圣生活其实就是结果子 所以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提到 我们要结成圣的果子 然而当我们要结这个果子 我们要有基督徒的实践 生活跟见证的时候 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要依靠自己的行为来守律法 这种的行为最后一定会导致一个极大的问题 那就是人没有办法完全遵守律法 所以我们说 遵守律法 依靠自己过成圣的生活 一定是死胡同的 所以这里在罗马书第七章提到的 保罗特别谈到 所谓的律法 对一个基督徒而言 对一个犹太人而言 其实都不难理解 也就是说 当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以后 我们现在是因为什么缘故而能够生活 生存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行为 因为既然我们因信称义 是因着恩典 那我们信了主以后 当然我们不能够再依靠自己的行为讨上帝的喜悦 所以当我们开始有新的生活以后 成圣的生活就会开始面临到许多必须要面临到的挑战 在罗马书第七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 是我们可以来思想的 第一个就是律法跟信徒的关系 在第一节到第六节 第二个就是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而已 这个是第七节到十三节 第三个就是律法的有限性 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的经文 首先我们要来思想 保罗谈到律法跟信徒的关系 原来就好像夫妻 也就是信徒每一个基督徒 当你还没有信主以前 我们都是受到所谓的律法的管辖 意思是说一个信徒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 是在律法之下受到律法的管辖 但是如今在恩典之下 就能够脱离一些律法的控制控告 特别在罗马书这边所提到的 一个妻子是借着丈夫肉身的死脱离了婚姻的律法 因此他就可以丈夫过世另行出甲 他跟丈夫的关系也因为中间丈夫的过世 而终止了这个婚姻 所以今天信耶稣的人也借着基督身体的死 使我们可以脱离罪 对我们所谓的律法上的要求 这个意思是说耶稣的死就等同于为我们断绝了律法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原来律法对我们是要求的 原来律法对我们是定罪的 但是现在因着有一位耶稣死了 使我们可以摆脱这种所谓律法的纠缠 意思是说耶稣为我们死 虽然保罗的比喻当中是提到丈夫的死 但是这个丈夫的死是一种比喻 好像在过去夫妻的婚姻有一方过世 关系就终止 同样的 今天是耶稣的死 使我们终止了所谓律法对我们的关系 因此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提到 当我们死的时候是与基督同死 可当我们复活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基督耶稣的复活联合 所以我们在律法上 从上帝的眼中来看 我们是死了 是借着耶稣的身体 因此 我们既然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保罗的解释 值得我们生死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了 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 虽然我们的身体里面仍然有罪的欲望 可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 因为律法对我们这一个身体 已经没有那样的一个瑕疵 而使我们陷入到律法的控制里面 比方说 律法规定说不可以贪心 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 虽然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还会有犯罪的欲望 会 可是跟没有信耶稣以前最大的不同 是在于 我们有一个力量 可以去胜过这个犯罪的这种倾向 使我们不再因为律法说不可贪心 我就受到贪心的那样的一个挑动 去犯这个律法 然后受律法的控制 受律法的控告 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保罗这样说 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已经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信仰 不是按着疑问的救养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基督徒当他重生得救以后 是要以圣灵来服事 以圣灵来行事 而不再落在律法的控制之下 所以在这里我们说 这是非常大的不同 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的 就是律法的功用 我们都知道 罪的权势在人的身上 有两种的攻击力量 特别在罗马书第七章 给我们看到 一种是内在的攻击 一种是外在的攻击 所谓内在的攻击 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你的罪的欲望 犯罪的倾向 这种的攻击 会让我们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 第二个外在的 就是罪借着律法的条例 迫使人来挑战律法 当然人一碰到律法 人一定软弱了 那软弱怎么办呢 当然就定罪 所以我们在律法之下 我们一定是死的 当然在还没有律法颁布以前 或者是说摩西的律法 还没有颁布下来 罪没有被定义出来 在罗马书第七章谈到 罪跟律法的关系 有四个功用 第一就是律法显入罪的存在 律法发动罪的潜能 律法显出罪的威力 还有律法显明罪的真相 从这个角度来思想 我们看到 既然律法是神圣的 律法是公义的 律法是上帝良善的 这样的一个旨意 可是怎么会跟罪有关系呢 律法怎么会显入罪的存在呢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律法是标示 是定义罪 让人对罪有所觉醒 如同保罗说的 什么叫贪心 律法把它定义出来 什么叫做偷窃 律法把它定义出来 所以因着律法 我就知道什么叫做罪了 所以律法显入罪的存在 第二 律法发动罪的潜能 什么意思呢 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八节说 然而罪就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 叫诸般的贪心 还不止一个 而是诸般很多的贪心 在我的里头发动 驱使律法来定我们的罪 因此在罗马书第七章 其实前面也提到 罪被保罗描述为一种力量 因此接下来提到 律法也显出罪的威力 也就是说 当罪在我们里面 借着律法蠢蠢欲动的时候 本来是叫我活的律法 本来是叫我越来越良善的诫命 反倒叫我死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 九到十一节提到 为什么 因为刚才说过 我们所有犯罪的人 都是在罪的权势之下 被定罪了 律法还没有颁布以前 我们不知道罪的定义 所以我们犯了罪 那我们一定 还是会受到罪的刑罚 只是没有那么敏感于罪 可是现在律法颁布了以后 人觉悟到罪的存在 人觉悟到罪的活动 人有被罪 定罪 律法控告的那个感觉就出来 可是不管如何 如果我们没有救恩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定没有办法 甚至或者是超越 这所谓罪的威力 所以就变成 我们必然受到他的瑕疵 第四 罪本身的真相 也因为律法而更加的显明 也就是保罗在第七章 12到13节提到的概念 因此我们说 律法显明罪的真相 是让我们更多的知道 它是非常的可怕 它是非常的威胁 我们人的生存 活在地上 我们受到罪的瑕疵 受到律法的控告 最后我们提到 律法的有限 所谓律法的有限性的意思 就是说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 14节到25节谈到 我真是苦 为什么苦 这个苦到底是保罗信主以前 还是说他描述的是一个 非基督徒的普遍现象 还是已经信耶稣以后 成圣生活的挣扎 的一种状态呢 我想在这里很重要的 那就是不管是一个 非基督徒更是如此 而对一个基督徒而言 你要过成圣的生活 凭着肉体 要来过这个生活 一定会落入这种状况 英国的圣经学者斯托德说 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做旧约的基督徒 突然重生 然后再受这些律法的奴役 被内在的罪所困住 我们必须要成为新约的基督徒 与基督一同的死亡 一同的复活 而且活在圣灵的内住自由之中 这才是神的旨意 换句话说 基督徒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旧约 受律法主义捆绑的基督徒 那这样一定不会有自由 既然是不自由 就会苦 因此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思想 罗马书第七章 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保罗说 为什么说我真是苦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十四节到十七节提到 我们的身体是已经卖给了罪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的身体有犯罪的倾向 我们的身体里面还是有一些的罪性 所以才会如同保罗说 立志为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们要行善无利 我们要去恶无能 道德很好 法律很好 可是我想要做 我做不出来 原因是因为住在我里面的 饶我 罪性做的 就如同保罗说 住在我里面的罪 使我不能够做 我想做的 因此我们说 肉体里面 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卖给的罪是因为 人有罪性 人受到犯罪倾向的影响力之下 所以如果你凭肉体 凭行为 遵守律法 那一定是胡同 再来 肉体是没有良善的 保罗说 在七章十八二十节 既然没有良善 那就表示 我们根本不可能 依靠行为 来满足上帝的律法 因为在这种的绝望之下 保罗看到 人性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 力量介入 在上帝的公义标准之下 人是非常的无力 无能 无知 另外 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人的身体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律 人的身体里面有良心律 有道德律 可是那个犯罪的力量 或者是那个律更大 以至于虽然我想遵守神的律 神的律法 但是因为肢体中犯罪的力量太大 以至于我根本胜不过 我心中的良心律 为什么 意思就是说 良心的律或道德律 力量太薄弱了 薄弱到一个地步 你根本无力跟肢体犯罪的律相抗衡 以至于你想要遵守神的律法 你根本无从遵守 因为你肢体中犯罪的力量太强 这是保罗对人性很伟大的发现 看见人是非常的有限 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绝望 对自己的好行为 对自己的里面 想要讨上帝的喜悦 那一种的期待 没有绝望 我们人都会想要靠自己 当我们对自己彻底绝望的时候 我们才会说 上帝啊 我实在没有办法靠自己 我只有依靠你的恩典 所以保罗才会说 我正是苦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但是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是七章二十五节 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盼望 他说 这样看来 我的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我相信 保罗既然提到了感谢神 借着耶稣 我们能够胜过一切不能胜过的 那就表示 还有一个更大的力量 要介入我们的生命 那个就是生命圣灵的律 在第八章就引出来 这是人能够过成圣生活的秘诀 我们再一次的说 过成圣生活的绊脚石 就是依靠自己过律法主义的生活 我们基督徒不再有这样的绊脚石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神的悦纳 愿神祝福你 我们下回再见